作者 Star Darkness 一者 HollyNamp Kid教队 小Aamp Fenson转自 胡人国度 印第安内州高速公路 兰斯·史蒂芬森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最后一个夜晚 他感谢了这座城市和他的球迷 现在 他自己是时候在洛杉矶湖园 开启一段展现旅程 一周前 在蒂格家族举办的或NBA热克的篮球混合联赛里 职业和业余球员混合 史蒂芬森所在的名叫O.N.S.Turing的球队 最终以75比68的比分级杯的对手 即便对面拥有杰夫蒂格 马奎斯蒂格 马奎斯蒂格是杰夫蒂格的弟弟 效力于灰熊兄弟和特雷莱尔斯 这样的NBA球员 安德烈文斯身兼球员和教练两职 或许你还记得他曾在2007-2008大季 为步行者入战了31场比赛 与此同时 士蒂芬森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2分 其中包括在追分时段 我一口气拿下15分 他能持球 只要一有机会 他就会退速度 追身3分 直冲篮下都是他的打球方式 我就是喜欢投篮 打得强硬 士蒂芬森在拿到MVP后这样说道 我已经为新赛系做好了准备 我这一整年都试着保持状态 所以我决定参加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有意义 也十分有趣 士蒂芬森在2012年 2013年和2017年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也成为了步行者球迷眼中的宠儿 他在场上的全身心投入 不惧任何挑战的精神 感染了步行者和每一位球迷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周三早些时候 在驱车前往2月4月5公路 印第安那波利斯的环城路之前 士蒂芬森会和500名当地球迷一起聚集在Incrediblex的印第安那东北部的一个体育场馆 这个修赛期 这就是史蒂芬森每天5个小时 为周四天训练的地方 周一到周四 史蒂芬森先是和欧文斯 蒂格兄弟 莱尔斯 加里哈里斯 布莱登拉什和乔什麦克罗伯茨一起训练 再是和罗伯布莱克威尔训练三个小时 史蒂芬森说 我和这群人一起训练 十分有趣 但是现在是该离开了准备红人训练营 史蒂芬森已满28岁 他在场上从不缺少自信 只要他站到场上 他就坚信自己是场上最棒的那个人 去年6月份 不行者选择不执行他的球队选项 这让他很是受伤 今年他再次成为了自由球员 伙计 又来了 他在7月份感慨道 我确实很难过 但我必须从这些事情中走出来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那时是球员自由市场开启的第一天 他与胡仁签订了一年450万美元的短期合同 不光是报价 与詹姆斯成为队友的忌讳更是让他难以拒绝 新赛季 胡仁的全美直播场次为31场 再加上NBA TV直播的话 场次多达43场 我们都知道 史蒂芬森打比赛的时候起副表演剧 上赛季 作为替补助场的他 昌军能拿到9.2分5.2篮板和2.9次助攻 对于新赛季他能为胡仁做出的贡献和帮助 这还不能作为一个充分的参考数据 布莱克维尔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史蒂芬森是一名很棒的跳投手 尽管那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他脑子里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攻击完荒 然后就是如何戏弄防守人 第三选择呢 就是如何在自己得分后 让整个球馆沸腾起来 他在场上很喜欢用自己的节奏带动比赛 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而不是去纠结他一些古怪的动作和性格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去年4月10号步行走坐镇主场迎接黄蜂队的挑战 这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他第七次首发出战 开场不久 史蒂芬森就盖掉了霍华德的上篮 这可是比他至少高出5英寸 五次入选全明星首发阵容的中锋 当然 史蒂芬森毫不掩饰地庆祝了自己这一难得的时刻 但与此同时 黄蜂队麦克尔基尔吉里斯特立刻抢到篮板 轻松得分 我觉得我的队友在我身后 从我高中过后 我好像就没有跳 那么高去封盖对手了 那真是太棒了 以至于 我都忘记回房了 史蒂芬森在后接受采访说道 不行这球迷都十分喜爱他对于比赛的热情 但是史蒂芬森总是把娱乐性看得太重 而往往忽视了自己的真实效率值 翘舞 怒吼 但空气其他 都是他庆祝的习惯方式 布莱克维尔说道 总之 史蒂芬森需要调整一下他比赛的有些顺序 球迷喜欢他 是因为他对篮球的热爱 责备他 则是因为他忘记了这是一场比赛 我认为大部分球迷都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夏天 史蒂芬森和布莱克维尔一起花了很多时间去观看自己的比赛录像 此外 史蒂芬森也看了不少詹姆斯和他其他胡人心队友的比赛录像 他的投篮是合格的 但我认为那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所以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投篮这方面 从录像上来看 他很多时候放弃了空位出手的机会 而是选择持球突破去细耍防守人 我们认为下赛季他能拥有更多顶点投篮的机会 詹姆斯和胡人的年轻小伙子会把进攻空间拉得很开 所以他是要做好击球投篮的准备并且命中 当然强硬的防守也不能落下 毫无疑问 新赛季的胡人是要一段时间磨合 史蒂芬森本周抵达洛杉矶 并且很快就和教练们见面 深入了解胡人的球队体系 然后开始和库兹马 英格拉姆 波普和哈特这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一起训练 他们和我的打球方式是一样的 不断的打跑红战术 我们有了詹姆斯 比赛会变得容易起来 所以我会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 命中空位跳投 攻击篮框 命中阀球和做好防守 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好这些工作 史蒂芬森说道 史蒂芬森已经在洛杉矶找好了住处 所以房子的问题也被妥善解决了 当被问起自己在在恩斯维尔的房子怎么处理时 他开玩笑的说 我或许会把他挂到爱比赢 美国转租平台上吧 如果你想要租 那么非常欢迎入住哦 谈及詹姆斯 史蒂芬森说道 我前几天和他有过交流 还找他要了几双球鞋 詹姆斯最先发布 瓦奈克签名鞋十六代 当然他也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和他说 我百分之百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有了新赛季做好了准备 此外 史蒂芬森还和布莱恩肖步行者前助教 现为胡人助理教练 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在2011-13年 史蒂芬森还待在步行者时 布莱恩肖就是保罗乔治 乔治希尔和史蒂芬森的两世一友 我一直在跟他说话 史蒂芬森说道 当我在这里打球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一直陪着我 这是很神奇的 他给了我很多在投篮方面的帮助 所以我更加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他一起 让我的投篮更好 上赛季斯蒂芬森在步行者队的投篮命中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七 但三分命中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九 这个数字低于他的职业生涯平均值百分之三十点三 根据NBA.com的数据 他在上赛季的百分之六十的投篮 被归为翘头 而这些跳投中 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点三能够转化为得分 在和勒布朗一起打球时 斯蒂芬森肯定会得到更多外线空位出手的机会 当整整一个夏天过后 斯蒂芬森的教练对他的跳投表示满意 布莱克维尔说 他今年夏天对远距离投篮非常出色 我认为他将能够以这种方式为球队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我认为所有人对他都会有所期待 他们期望看到这个能够一对一单打 能够连续跨下运球 能够像对这纽约那样打出现现级比赛的那个家伙 而且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三分球射手 胡人可以从斯蒂芬森与步行者队的岁月中 以及他在过去四个赛季所带的其他五支队伍中学的一件事 他的好与不好都要承受 斯蒂芬森在2015年经历了与夏洛特黄蜂队失败的合作后表示 我必须要能够自由发挥 轻松自如 这样才能够摆脱失误 在勒布朗加入之后 胡人队已经成为本三季最值得关注的线锐球队 10月16日星期二 我们将会面临勇士队 火箭队和凯尔特人的挑战 然而 胡人队是一只不同的野兽 他们由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领导着 因此 对他周围的球员来说 接受自己的角色 并找到为球队做出贡献的方法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斯蒂芬森在这个赛季中 需要提高他的跳投能力 并成为一个具有三分投射威胁的原因 布莱克维尔说 他比我在夏天见过的大多数人都努力 他对比赛充满了激情 他真的非常热爱比赛和赢了胜利 这是他关注的重点 他专注于赢了胜利 他想为取得获胜的局面做出贡献 他的动机是如此的单纯 上周二 在他在印第安乐到最后一天之前 斯蒂芬森和他的前队友杰夫蒂哥一起出行 并回到了步行者队的球馆 虽然回到他们原来的场地似乎很奇怪并且不舒服 但这些人真的只是喜欢打篮球 仅此而已 步行者队员们已经厌倦了经常性的互相争斗 他们更喜欢在比赛中 面对其他职业选手 奥拉迪波并不在场 但是赛迪斯扬和萨伯尼斯 以及一些年轻球员 比如第二轮被选中的阿里斯·约翰逊都在斯蒂芬森承认 在回到球队训练场地深文森特中心期间 万千四十赢绕在心头 我甚至无法集中精力在那里打球 他说 拉里伯都在那里看着 唐沃尔什在那里看着 我对这里有很多感情 我见过赛迅士内特·麦赫米兰 我与那里的每个人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所以去其他地方打球是很困难的 我喜欢打球 所以每当我有机会打出优秀表现时 都会让人感到惊叹 现在担任顾问角色德伯德在2010年的选秀大会 上一四十顺位选中了斯蒂芬森 同样的他在第十顺位选择了保罗乔治 他一直对斯蒂芬森情有独钟 因为他尖 生的天赋和对比赛的热爱啊 是的 我一直在跟他说话 斯蒂芬森说 拉里只是告诉我说 他很支持我 他本赛季正在为我而努力 并且祝福我在洛杉矶好运 除了这些以外 奥拉迪波最近在曼阿密 为他们的队友组织 为一个非瓜方的迷迷训练营 我真希望这个训练营 能在我还在球队的时候举办 斯蒂芬森笑着说 我不能让斯蒂芬森 但还没有问到他最重要的事情的情况下 就离开他的鞋子游戏 他认为自己是NBA的Sneaker之王 但今年夏天 球员协会将修斯多火箭队前锋匹 这他贺评为Sneaker Champ Award的冠军 他感到很失望 根据最近的ESPN报道 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 NBA球员将被允许穿任何颜色的运动鞋 到目前为止 球员只能穿着团队颜色或中性色灰色 黑色或白色 哦 火箭 我要撕掉他 史蒂芬森说道 他上赛季在一场比赛中 很少两次穿同一双鞋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想 哟 今年他会下降 所以今年 我肯定会选择PJ 卡克我问 他是你唯一的对手吗 是的 但是他在作弊 火箭 人们会给他各种球鞋 而我却很难得到属于自己的球鞋 我辛辛苦苦的去找各种鞋子 而他只需要等着别人送到他手上 这不公平 当然 今年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赶上 他 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了 在赛季期间 请密切关注 请密切关注